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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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可能再創新高 的確也是有的 因為現在畢竟有移動平均線做為支撐的背景之下 只要成交量繼續放大 然後題材持續能發酵 往上漲的機會仍然是有的 只是大家也知道2010年的高點是多少 8395點 其實我們現在從7890到8395 其實也還有將近500點 是 所以說現在整理的情勢 會不會也有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春天剛要開始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我們就來看 我們可以從個股來看 好那我們來看個股 最近今年話題最多的公司 就是鴻海集團 鴻海 從鴻海跟富士康等等的世界 其實鴻海是2010年很讚 很讚我們投資界目光的一個公司 那我們來看鴻海現在的股價樣子 是不是好像是一個下跌的趨勢 嗯 對 它就在那些均線下面 對 那現在鴻海的股價被所有均線壓著 對 也就是說它一跌難漲 是 那如果鴻海這麼佔台灣指數的一個公司 對 是向下走的一個趨勢 是 那當然這可以帶給我們的資訊就是 可能加權指數要進行下一個春天的機會 可能不會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 可能會需要等到這些權值股整理的比較久一點以後 是 比較有機會 還需要等待 對 那我們也可以再看一下 7月以來我們知道的金融股 對 那代表可能就是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 嗯 彰化銀行從6月底到7月漲了六七成 是 那大概從12塊漲到快20塊 那漲很多 是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金融股繼續再多漲這麼多的成數 感覺上就比較難 為什麼成交量已經萎縮了 是 就是成交量其實從六七月的十萬張以上 到現在大概都剩下三四萬張 量縮 量已經縮掉了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股票市場是有價才會有量 是 有量才會有價 那現在量縮的情況下要再大漲的機會相對比較低了 還 就是還要再等待 那電子股的一哥鴻海 是 比較弱勢 那還有一個比較大家也都知道的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也剛跌到均線的下方 是 有點要跟鴻海走一樣的路 是 也就是說電子的一哥二哥 都遇到一些困難 都遇到一些在技術線型上比較弱勢的情況 是 所以我大概會比較傾向 目前的盤應該是區間震盪走高 是 然後應該要嚴防利空的攻擊 是 那但是我們今天既然來到聚財線上 還是很多投資朋友他會想說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還有沒有股票可以做 對啊 武大哥剛才說就是我們還 還可以留50%的資金在裡面嘛 那50%應該有哪一些 股票可能會比較安全的呢 是 那所謂安全啊 那就像阿佑阿說 我們現在做 我們既然剛才講了這麼多 都會很擔心說 萬一我是最後一隻老鼠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找 可能相對基期比較低 然後線型從原本不好轉好的 那大家也知道 阿佑阿你知道今年最弱的族群是什麼嗎 今年最弱 對 以電子骨來說 呃 是面板 是面板 可是他最近還蠻強的 對阿 所以面板原本是今年最弱的 那我們來看 呃 比如說以奇美電來看 對 那奇美電最近這幾天已經轉強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 這個交易三元圈系統 來套一下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第一個移動平均線 就是當價格站在五日線 二十日線跟六十日線上的時候 是可以列入買進的標的 是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看奇美電有沒有符合 對 奇美電的價格現在就站在三條均線之上 是 那我們都知道 移動平均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當它向上發展的時候 股價拉回會成為有效的支撐 也就是說剛才阿里馬最幫投資朋友注意的那一點 我們怎麼樣買標的比較安全 就透過這個系統來買 是 像奇美電這樣子的標的就是屬於 比較安全的線型 這以我們這個交易系統的線型來看 這是第一點符合買進的原因 那第二個呢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像N的樣子 就是 所謂N就是這樣這樣 有一個倒V之後多一撇 對 那倒V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像奇美電它的低點是32塊左右 是 那上一次漲到40塊左右 然後又跌回到32點多 對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倒V 然後結果從這個 從上個星期 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它現在居然是 互助加權指數 最重要的一個成分股 是 那第二個我們再來看K線 再來看K線 K線 第二個條件也有了 形態也有了 對 第三個條件我們所謂的K線級成交量 K線級成交量 是 那K線級成交量 第一個我們都說 長紅棒跟長黑棒很重要 那我們是不是有看到長紅棒了 對 如果在相對的低檔看到長紅棒 代表的是向上的力量 是 那長紅棒是不是成交量也放大了 對 代表了很多的資金在買 嗯 很多的資金絕對不會是我們一般的小老百姓 對 所以 除了 這裡的一根長紅之外 在星期四的時候 是 又再 出現了一個推升的 中長紅 是 那到今天 更跳空的 往上升 那量還更大 那量還更大 這也就是說 現在面板 面板 兩隻老虎 對 的確是有資金進駐的 資金 友達嗎 對 其實友達也是 好 友達現在也是 線型上面也是轉為比較有利於上漲的一個線型 是 就是突破均 翻到均線上面去 是的 是的 那也就是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 加權指數相對高檔的背景之下 如果我們還是要買股票的話 其實類似像這樣的族群 其實就是大家可以放一些資金來著墨參考 是 那這種權指骨呢 因為它不會像 之前太陽能這樣 很猛的一直飆升 也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權指骨 我們比較適合的就是 鎖定架差範圍相形操作 是 怎麼說呢 比如說像 像奇美好的 奇美的話 之前的高點大概在40塊 然後低點大概在33塊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 因為現在已經漲到38塊 我們就 如果我們要介入的話 就等它 有拉回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以什麼做參考 就是 做一個買進的參考 那什麼時候出呢 因為這是之前疊下來的 相對的壓力點 就您書上的操作策略 是再來這樣子做規劃的 那些點會是照做 就是我們書上有一個 箱形操作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參考 書上介紹的一個箱形區間的概念 我們來套用在現在這個個股上 那因為一般的投資朋友 畢竟對於這樣的全資股 一般都興趣缺缺 那也比較少人 就這樣子的股票來做介紹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利用 聚財線上這個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其實在現在相對高點的位置 其實這樣子的投資標的 相對對於我們的資金來說 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是 那我們吳大哥呢 特別用了 用了面板股來做一些 關於他操作邏輯上的解釋介紹 那我們這個面板剛才提到 是這一年比較弱的 那現在正開始有 好像翻到季線 就是各企均線上面 那我們之前比較強的一些股票 現在好像都變弱了 就是說弱的好像變強了 那強的變弱的 對 那如果像可不可以也跟我們拿找一些 就是之前的標股來套用一下我們的那種邏輯 好 操作 那之前太陽能股裡面有一個股票 相信大家都很也很了解 叫做科豐 對 那科豐它其實從六月三十幾塊 漲到九月的一百塊 是 那足足漲了三倍 對 那三倍但是從星期四到星期五 連續兩天大跌來看 那我們在運用我們知道的概念就是 假設這一段過程當中 三十塊到一百塊 現在八十到一百肯定是相對高檔 對 那相對高檔出現長黑在下跌的時候 是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比較保守一點 對 那雖然現在還有季線向上 作為支撐的可能 是 但是畢竟這種比較 檯面上大家比較受矚目的 標股 一旦轉落之後 一般來說就會比較 那個 跌勢都會比較激烈一點 是 那如果有投資這種股票的投資朋友 其實我是比較建議應該 可以 如果有反彈的話 應該都盡量把資金做減碼 不要再 不要再琢磨太多 因為畢竟已經漲了三倍了 如果我們之前來不及參與 現在在這邊做其實 那個難度已經提升得非常高了 是 那在大盤現在多空分歧的情況下 有的股票開始在下跌 有的股票從底部上漲 是 那我們如果是要投資股票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選 我們比較安全比較可控的標的來參與 那這樣子比較 雖然大家很喜歡很有題材性的股票 但是他現在的確已經有一些 比較不確定的因素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相對的比較保守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吳大哥 那 來用一些例子來跟大家介紹 他的投資的一些操作方法 那當然 我想 我想 可能很多還在底部的股票 其實都還是有機會 現在還很多 對對對 那不妨呢 就參考一下我們 吳大哥的操作方法 操作策略 去把這些股票挑出來 然後也許呢 會還滿有機會的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謝謝多空無極 吳大哥 謝謝 謝謝 那謝謝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的觀賞 謝謝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